看亲子因坐姿管理不谨慎上热搜 他亲自发文道歉 坐姿过于真实 亲爱的客栈这档综艺节目自播出以来频频上热搜 有李兰迪、刘涛等等 他们做出的一些事情也是让大家无法理解 在这其中最受争议的应该就是看亲子了 因为他和纪灵晨两人也是因为这档节目分手 再来参加不会想起一些伤心事吗 他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 很多网友也都表示仿佛看到了我自己 在床上四仰八叉 一点都没有女明星的样子 他也因为这一点都上了热搜 之后看亲子亲自发文向大家道歉 说不好意思 坐姿管理过于不谨慎了 还发出了在节目中豪放的坐姿 实在是太真实了 其实看亲子这个样子也证明 他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已经展现给了大家 很多女孩子在家的时候也是毫不在意形象 就像看亲子一样 也说明亲爱的客栈真的没有剧本 这才是看亲子想表达的真正意义吧